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當我眼睛慢慢睜開 是你的關懷 無言沉默之中 你必須要離開 沒有預兆的表白 來不及掏開 只想和你以為 即使必須無情等待 一直堅信真愛的存在 不會更改 時間距離無法隔開 對你的愛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依然等待 我從來不敢期許未來 多少無奈 在你我之間劍不斷 離不開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願等待 我從來不敢期許未來 多少無奈 在你我之間劍不斷 離不開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願等待 在你我之間劍不斷 在你他離開 自己的無奈 毫無能 踏離不斷 我已是否 從來不再 從一開始 在你 我不會 成功 有 從來 全 我找你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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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资料没在我爸这儿 难道在我大哥那儿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麻烦了 对 你以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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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找我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好那我也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我想借重你的才干搞垮他们的公司 搞垮他们的公司 怎么 你不愿意吗 郭先生 你和敏君之间的事情我不清楚 我也不想过问 不过现在我想告诉你 敏敏君现在是王家的掌席了 你既然已经知道我跟敏君的关系 那为什么还要拆散我 拆散 你们有婚约吗 没有婚约 谈得上拆散的 是啊 我们是没有婚约 但是我们之前早已经约定 以后要结婚的 不管你和敏君有什么约定 她现在是王家的媳妇 我不希望你再提起她 这件事 要怪 只能怪我黄崇明没有福气 去找敏君 要怪只能怪我 没有一个做董事长的罢了 你嫁给我吧 不可以 不可以 敏君 你不要以后跟你 跟我走啊 不行 怎么了 触动你的伤心事了 陈总 我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 不过你这个忙 我帮 好 好 干脆 来 有什么条件 你就尽管开出来 再多的钱 我也愿意出 我不要钱 什么 你不要钱 对 真的吗 你搞搞他们公司 你搞搞他们公司 是不是意味着 你会接手他们公司 当然 那好 如果有一天的话 我想管你这个公司 好 我答应你 来 还是要去他 我去听哪儿 你去哪儿 可以啊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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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太太极力推荐的人 当然了 我也把你当自家人 所以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有什么事 不能在公司说 对了 我听诚意说 你好像很喜欢我大哥 哪里有这样的事啊 副总 你可不要乱说 我还没嫁人呢 这样的玩笑拍不得 好好好 就当我没说过 对不起 副总 你太什么气啊 你也知道 小姨为什么会流产 家里所有的人 都偏袒大嫂 而且公司里面的大车 都是由我哥 和我爸在找 我也希望有了翻作为 免得让人看不起啊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我跟陈瑜会大力地提拔你 你就是大功臣 怎么样 愿意帮忙吗 要我帮忙 没错啊 鱼帮水 水帮鱼 你是个聪明人 我想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 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吗 好 那我就跟你说吧 我们工厂所生产的成衣呢 都是由国外的厂商 给我们的样品图来生产的 而我们厂里面生产的成衣呢 都是由我来负责的 可是样品图呢 都是由我大哥 直接去接触和洽谈的 可是副总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厂里那些事情 我是一点都不清楚的 你目前的身份呢 是秘书 所以 进去我大哥的办公室 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想 以后有什么新的样品图呢 你就给我拷贝一份 给我拿过来 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大哥的电脑 是如何操作的吧 我是看到过 总经理操作电脑 我也无意中 看到过他的密码 可是你让我拷贝一份给你 要做什么用啊 我瞒你说 事情发生以后 岳父就把成衣接过去敬营 我岳父十分地不高兴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 把样品都拿过来 这样的话 就可以跟生产商合作 一来 可以多赚点钱 到来呢 可以大展一下身手 也好让他们对我刮目相反 你的意思是 你想把国外的样品图 制成成衣 那国外怎么办 国外的订单 我们照样生产 他们在国外卖 自家人卖 对公司一点影响也没有 只要没影响就好了 那这个忙 我一定帮你 这样吧 我答应你 只要以后国外 有什么样品图让我看到 我就靠备一份给你 很好 对了 这件事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千万不能说出去 等事成之后 要赚到钱的话 我一定会给你包个大红包 而且树木 肯定不会小的 有多大 你意想不到 那副总 我先谢谢你了 我答应你 这件事情 我一定帮你保密 而且 我会好好帮你这个忙 请问你 我答应你 那你不知道 这些什么 很想 你还不想 大姐 是 人像人是 快吓死人的 我只是轻轻喊了一声 你怕什么呢 你怕什么呢 你这样突然进来 我当然会比你吓到啊 我 我还有重要的文件 要去让董事长批阅 你要是等姐夫的话 先坐一下 他马上就来了 我先去忙 奇怪 他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可能是他必须自当秘书吧 难免会比较紧张 敏军 你怎么回来 我回家途中顺道来看看你 喂 妈 敏军在我这儿 好 你等一下 妈 早点 喂 妈 对对对 我忘了带我手机 什么 谢谢啊 你说什么呢 我答应了陈雨姐 要好好地帮你的 所以这点小事 你不用跟我道歉 不过 这对公司 真的没有影响吧 不会啊 国外的设计比较好 所以呢 我想拿他们的样品图 来制成成衣 这样才可以卖个好价钱 哦 那就好 这我就放心了 如果说 有什么好看的 又适合我的衣服 别忘了帮我多拿几件 绝对没问题 嗯 那好 那我就上去了啊 副总经理 好 拜拜 我这么做 到底对不对 汉玛 你靠我 你靠我 这怎么好啊 你还说没事呢 你要磕到一动不动 躺着不动才行啊 你看你啊 咱们没说句好话的 我这个是老毛病啊 别 你要是磕得三长两短 我可怎么活呢 别再胡说了好不好 我不过是磕两声吧 这是比如说这几天 我心里上火 没事 真的没事 还没事呢 你就是紫牙嘴 口口声声说没事没事 这阿昆叫车怎么还不来呢 爸 爸 爸 来了 来了 车来了 不是 带里头几个来了 什么 带里头几个来了 爸 爸 你还好吗 你今天 你来了 爸 你以前就不停地咳嗽 我叫你去看医生 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惜你的身体呢 没事 真的没事 妈 你哭什么 妈不难过会哭啊 妈年轻轻地嫁给你爸 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现在你指望你 嫁了个好人家 我们可以享清福了 可是你爸病了 就是不敢去看 一天做一天多 他要是有个三杂两短呢 我敢怎么活呀 妈 您先别难过 我看啊 还是先送爸到医院做检查吧 少华 真的不用了 主要这两天啊 天气变化太大 我有点感冒 什么感冒呀 就是前一阵为你们感祸 他一直咳嗽不停 什么是感冒啊 是啊 大姐 爸上回替你们日夜不停感祸的时候 就咳嗽不停 说什么也不上医院 非要把祸赶出来再说 爸 有病就要看医生了 你这样会越来越严重的 来 我们走吧 爸 到医院去吧 不用去 不用 我不去那种大医院 检查来检查去的 还又是打针啊 又是臭小子 让人受不了 可是爸 你不上医院怎么治病呢 你这臭小子 我就不去医院 你们不会教个人 让医生到家里来给我看的吗 好好好 那就照爸的意思 请医生来家里面做诊治 再做打算吧 好 我去 爸 我的热茶 好 没事 真的 少科 你做得好 少科 小医 你怎么不在床上躺上休息啊 我在床上躺着都腰酸被疼的了 我现在正等着你来帮我敲肺呢 好了小悦 你看 少康把资料拿来 真的啊 少康 你真好 爸 我觉得 这件事情 要不要考虑考虑清楚啊 少康啊 你怎么又心软了 难道你不做吗 不是的 我只是觉得 少康啊 你这个人呢 什么都好 就是唯一一点 心太软 你要知道 一个男人如果心软 就做不了大事情了 你要是再心软 你就决定不下来了 没错 少康 男人嘛 要拿得起放得下 千万不能心软 现在 这些资料已经到手了 我们得赶快把这笔生意抢到手才行 而且 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个人 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 你也认识他 我也认识 我约好的人来了 是吗 请进 黄崇明 黄崇明 好 王副总 你好 你好 我以前就觉得你 是个人才 所以当时就跟我爸商量了 要派你去国外 学习新的技术 可是后来 你无缘无故就离开了公司 我们还觉得挺可惜的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拍到你 没想到吧 他会在我这点 这么说来我没看错人 连邵康都想重用的人才 我也就放心了 对了 王副总 好 当初要调我去国外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其实很早之前 我们工厂的主管 就向我推荐过你 说你能力强 脑子又好 于是我就向我爸报告了 我爸也说了 要评估看看 之后呢 我们为这个问题啊 讨论了很久 可是后来你 突然就走了 原来 王董并不是为了敏君 才故意调干你的 崇明 在想什么呢 来来来 坐坐坐 坐下聊 爸 我和邵康还有点事情要聊 你们就慢慢谈吧 好 你们去吧 来 坐 崇明 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样品图 所有的样品和报价 都在上面 好 董长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很简单 我会联合一些厂商 一同报价 我们尽量地把价钱 押到最低 把国外的这批订单 转到我们手里 转到我们手里 然后 你就负责赶快生产 那 王董他们公司那边 他们的公司 习惯的做法是 一看到样品图 它就先生产 等货款到了再出货 这次啊 这次啊 我要让他们 连续几批的货都出不去 资金被押住 他们想不到都难哪 崇明 这件事 你一定要认真地把它做好 一定要全力地监控产品 如果这几批货 真能做得好的话 那你要求的事情 我一定能做到 好 谢谢董事长 这份资料一会儿 我要去拷贝留底 这个就给你 我们分头进行 好 哈哈 想要死 医生说呀 没什么大事 你爸呀 这么大的人了 还怕打针 没用 妈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爸 可以到医院 做一个全身检查 我比较安心 全身检查 那得花多少钱哪 妈 钱的事情我来负责 你放心 有你们俩在呀 我就放心了 小心点 你怎么起来了 爸 你人不舒服 为什么不多休息一下呢 在床上我躺不住啊 下来走走好 坐好 好多了 算了 敏君 你们忙啊 先回去吧 那好 那我跟敏君就先走了 爸妈 有什么事情 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我会跟你们联系的 快 送送你姐姐姐姐夫 那我先走了 爸 您保重啊 妈别送了 跟我走了 哎 有事记得打电话来 哎 哎 我说你呀别依依不舍了 嗯 他们两个 一定会回来看你的啊 嗯 我现在呀 越看邵华越好 真是个好女婿 啊 总算满意了吧 嗯 邵华 车就停这里就好了 我看 你还是早点回公司吧 不差这点时间吗 我看我还是先送你回家 再去公司 啊 真的不用了 反正到了 我当做散散步 好吧 晚上我快吃晚饭 嗯 你不知道怎么忘记带下去了 嗯 崇明 你不是回乡下去了吗 我来看你 我来看你 你要找我 可以到我家里来啊 假 我看应该是王家吧 崇明 我已经跟邵华结婚 我当然是王家的人 你怎么这么说呢 看来 才两三个月不见 你跟王少华的感情 发展得不错啊 再怎么说 我都是他老婆 那你当初 答应嫁给我 这又算什么 不好意思 这就是我对不起你的地方 不过都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我王崇明等了你多少年 为了你 我宁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跟前途 为了你 既是别人出再高的薪水 让我跳槽我都不愿去 宁可留在王家的公司做个小主任 甚至还让你妈看不起 不让你嫁给我 我为了你 好了 我不想再听这些 崇明 人活在世界上 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包括亲情友情 还有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你别再这样固执下去好吗 固执 我看你是嫁给了有钱人 想尽快把我忘记 这是两回事毫无关系 我承认 当初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是这么小心眼的 你曾经说过 男儿志在四方 那你的志向和你的理想呢 今天我来 就是要告诉你 我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那很好啊 我希望你在事业上 可以闯出一番新的天地 而不是整天跟我这样纠缠不清 纠缠 你竟然跟我说纠缠 当年在城里的时候 你要我等你 要我送你回家 要我陪你散步 而现在 你竟然说我对你纠缠不清 不错 我现在是王少华的太太了 你这样做分明是给我难堪 你确实在纠缠我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黄楚明 不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有志向 有报复的人 好 我懂你的意思 那你做给我看呢 我会的 我一定会闯出一番大事业 到时候 我一定会再来见你 我相信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那个男人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跟敏君说话呢 他们为何不到屋里去谈 而是在外头偷偷见面 他到底是谁 难道那个男的跟敏君之间 你还不怕 你望那边 那一部分 有什么事 我愿意 对不起 我超新铭了 对不起 少华 我今天好累 我今天好累 少华 来吃早饭 少华 今天可是敏君亲手做的早饭呢 我不想吃 怎么了 现在流行啊 你不吃早饭 你爸他也不吃早饭就上班去了 妈 上班了 少华 少华 妈 你们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少华呢 他上班去了 我叫他吃早饭 我还特别跟他说今天是你做的早饭 他也不理我 你们吵架了 没有啊 我们很好啊 敏君 一个做太太 要懂得丈夫的心 要懂得伺候丈夫 你看你爸爸 就是我一手伺候下来的 要做一个贤惠的妻子啊 就是要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她才能全心全意地去发展她的事业啊 你懂不懂 我懂了 妈 准备好了 我们吃早餐吧 嗯 爸 您找我 公司最近生产的那批货进展如何呀 正在赶货 购物 数量超过一半了 超过一半了 嗯 你可知道 国外的那些订单并没有到 订单没有到 而且 原本属于我们公司的那些订单 也转到别的公司去了 怎么会这样呢 你是总经理 怎么问起我来了 爸 这些客户跟我们都有长期来往 应该不会这么做才对的 可是据我所知 那些订单确实已经转到别的公司 去了 而且别人的报价比我们还低 你自己看吧 少华 如果这些货 如果 无法销出去的话 对我们公司 影响有多大 数量很大 如果滞销的话 公司会损失不少 少华 好好努力 别再让公司出事了 好 我知道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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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总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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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谢谢董事长的好意 不过 我还是那个要求 如果哪天 您真的吞并了他们公司 我希望去管理 你放心 我说话算话 一定会如你所愿 谢谢 董事长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 我先告辞了 于谦 都得靠你了 你小姐没了 崇明哥 崇明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们认识 当然认识啦 崇明哥以前可是我 原来在王总的公司 我们就认识了 是这样 对了 崇明哥 现在崇明哥 在你的公司上班啊 崇明 崇明 他现在是联合公司的总经理 他正找我谈生意呢 崇明哥 你真厉害 你当总经理啦 董事长 我先走了 好吧 你有事我就不耽误你 走吧 崇明哥 以后有空到我家多坐坐啊 好 再见 再见 有喂 还找小玉的吧 是 副总有份东西 让我交给晨玉姐 好 那你就送进去吧 好 好 晨玉姐 林温来了 这是副总 让我给你的资料 谢谢 谢谢 坐吧 你不用谢我的 对了 对了 晨玉姐 你身体好些了吧 好多了 现在到工作去习惯了没有 当然习惯了 副总啊 他还经常夸奖我呢 现在副总的应酬 都是我陪他去的 是吗 从早到晚都陪 嗯 从早到晚我都陪着他 不是晨玉姐说的吗 让我好好照顾副总 你还真是挺听话的 你的话我当然听了 我现在可是真心诚意地 在照顾副总的 好了 我这没什么事了 你有事先回去吧 哦 那好 我先回去了 对了 对了 晨玉姐 我刚才在你家 看到一个熟人 熟人 谁啊 黄崇明 黄崇明 你认识他吗 当然认识啊 是啊是啊 是啊 我都忘了 哎 我就奇怪了 他怎么一下子 又成了什么 联合公司的总经理了 这个嘛 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 听说他现在能力很想的 所以我爸和他做了很多事 是 对了 凌薇 以后这种事情 你最好不要去管 还有 就是这件事情 最好不要对你大哥 还有我公公说 明白吗 嗯 我明白 你放心吧 我只是为我大姐感到惋惜 这话怎么说 我就说嘛 崇明这个人 人又好 又有才气 又聪明又勤奋 他本来是跟我大姐在谈恋爱的 要不是我二婶爱钱 觉得崇明哥他人太穷了 拼命阻止的话 现在他和我大姐都已经结婚了 照你这么说 你堂姐和黄崇明以前是一对了 是啊 崇明哥也是因为我大姐跟姐夫结婚了 才会离开公司 说要回老家的 原来是这样 对了 凌薇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 不过你要记住 这些话可不能对别人说啊 你放心吧 我这个人一向守口如瓶的 那全雨姐没事我先回去了 嗯 李敏君 你终于有把柄落在我的手中了 有缓冲 我突然间好想你多年后 原来你仍然认识我心痛 在梦里你的面孔 依然甜美的笑容 我没醒来 不知所措 漫步在我们长去的街头 想起过去中 证明的温柔 一个熟悉的声音 出现在我的眼眸 想问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只想再拥有你的温柔 不想独自在街头 品尝寂寞 是否能再停留 在你左右 我不愿再次蹉跎 只为你等候 别说 你眼中已经告诉我 回忆回忆绣 稍后 我先报答